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联出国的主要业务不仅包括海外留学、就业移民、亲属移民、婚姻移民、海外投资移民更是其主打的热门项目之一 在美国的海外华人新闻在线交流群群主艾帆尼告诉美国之音 从不同渠道获得的外联出国内部消息称 公安部所要的客户名单等相关资料已经被迫交出 其中的有钱人可能资产难保 一些赚到大钱的富人、其中有报复的商人、政府官员 没及时润出去,资产还留在国内 他表示,这些人不能像真正的权贵阶层那样 不必通过移民中介或地下钱庄捣换外汇 艾帆尼说,但是据我了解的情况是 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还是温水煮青蛙吧 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么严重,还抱有希望 我在这里赚了钱,小孩或亲属啊,在外面花 这种人没有出来,这次肯定是跑不掉了 因为和美已经把单交了,就是十几亿啊 二三十亿这种还从和美手里过的 这部分人如果没出国,他等于国内资产全部没有了 如果出国了,超大的资产肯定也会被中共追杀啊 他这个平台虽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名单交了 其实他也是迫不得已 但是如果后面透露的细节,包括他在国外的哪些钱在什么地方 这种的话,这些人估计不知道会不会报复和美 反正和美现在是蛮惨的 18号网传视频显示 中国某开发区实验小学集体学习反间谍法 称争作安全小辈时 网友评论称 邪恶的中共可以把人民的孩子当成人民的软肋 也可以把人民的孩子培养成监视人民的工具 关于什么是爱国 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小伙是怎么说的 其实很多人把爱国与叛徒给偷换了概念 去指出这个社会的不足 提出批评意见,多俗社会进步 这样的人是叛徒吗? 不是,在我眼里是叫爱国 我们大多数人注定是离不开 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祖国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让它变得更好 我们要想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要去督促进步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提出矛盾 并且去解决矛盾 让社会矛盾在萌芽之处就被扼杀 比如农民的问题 探官的问题 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要去证实这些矛盾 并且提出解决意见 这叫什么? 这叫爱国 什么是叛徒 什么是1450 什么是行走的50万 那些不允许你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才是真正的叛徒 是汉奸 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隐藏矛盾 让矛盾萌芽 我们的食品怎么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怎么可能存在贪官 这些外部势力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放任矛盾激化 自古以来 钟言逆尔 真正那些提出问题 并且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大臣 只会被那些溜须拍马 只会大唱赞歌的太监所诬陷 我们现在有两拨人 一拨人钟言逆尔 但却热爱着这片土地 另一批人大唱赞歌粉饰美好 但却行龌龊之事 观众朋友 您赞成他的说法吗 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 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8日早间 SOHO中国披露2023年中期业绩显示 今年上半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同比下降约93% 根据公告 截至6月30日 SOHO中国的营业收入 约8月2150万人民币 同比降8.32% 净利润约1470万元 同比减少约9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人民币1361万3000元 同比下降92.86% SOHO中国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约6亿2700万元 银行贷款及其他贷款 大约160亿4600万元 总负债大约315亿1900万元 净流动负债大约是71亿7000万元 总资产约689亿2000万元 对于营收下降的原因 SOHO中国表示 主要是由于办公楼及商铺物业租赁市场需求疲软 据戴德良行的数据 2023年上半年 北京和上海的甲级写字楼 净收纳量较历史同期都有大幅下降 同时平均空置率分别达16.9%和18.6% 是2011年以来的历史峰值 SOHO中国是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发展商之一 于1995年由潘石屹和张鑫夫妇成立 2007年在港交易所上市 这个公司主要拥有北京和上海核心地带的商用地皮 去年9月 潘石屹辞去SOHO中国董事会主席等职务 张鑫则辞去了行政总裁职务 2014年是SOHO中国的转折年 这一年 这个公司停止了收购的步伐 此后潘石屹陆续抛售旗下资产 有媒体统计 2014年到2019年5年间 SOHO中国出售资产总计近300亿元人民币 潘石屹卖卖卖的范围从一开始的边缘资产 渐渐扩大到核心资产 2021年6月 黑石集团宣布将以30亿美元收购SOHO中国 收购完成后 黑石将取得SOHO中国控股权 业内认为潘石屹夫妇此举为套现出场 但该交易遭到中共当局阻扰 2021年8月 中共以反垄断法立案审查 之后SOHO中国宣布公司和黑石集团之间的交易终止 美国政治评论员克里福17日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 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严重依赖美国和西方 脱钩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杠杆 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 中共的一个目标是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中心 这是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 目的是建设必须的运输基础设施 以获取外国的原材料 并将中国生产的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 放松对卡车运输、铁路、港口和开放航运管制 促进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这些是从工厂或生产商到最终目的地 或消费者运送商品的全球体系的关键要素 美国的接触政策进一步使中共获得了廉价资金 自由贸易、技术转让以及让外国直接投资 广泛支持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自克林顿政府以来 这些工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惊人的增长 这些支柱为中共提供了多重好处 一、似乎永无止境地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工厂和其他企业 外国人渴望参与中国经济奇迹 二、通过合资企业直接获取最新的西方技术 从而实现窃取和转让知识产权 给中国企业和解放军 三、由于中国产品打压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 中国产品以低价在这些国家倾销 贸易顺差为中共军事现代化和建设提供了资金 四、随着时间的推移 形成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另一个关键支柱是低成本的稳定能源供应 能源匮乏的中国一直在努力获取俄罗斯、中东 以及委内瑞拉的廉价石油 并在围绕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上放烟雾弹 几十年来 中共一直寻求夺取从尺端到中端的供应链 以谋取利润和施加地缘政治压力 因此 中国是稀土元素、制药及前体、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手工工具、 汽车零部件等许多产品的主要供应国 这些产品多年来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可或缺的产品 西方一个关键的战略薄弱领域 就是中国是唯一具有完全整合的永久磁铁供应链的国家 解放军跨海入侵台湾将会破坏另一个关键的供应链 因为美国依赖台湾生产半导体和微芯片 这些用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产品 据杰克逊协会的数据 美国有424个商品类别在战略上依赖中国 其中114个商品类别应用在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中 美国的战略规划者和国会正在探索通过脱钩来减少这些依赖 脱钩是减少对外国技术和能力依赖的策略 就是寻找生产关键产品和技术的其他来源 而不是在中国生产 脱钩可以减少中共在国际危机时 对美国施加的地缘政治压力 随着中共加剧于美国、台湾、菲律宾和日本的紧张关系 要求脱钩的呼声越来越高 美国及其盟友正探索实施关税 为国内制造提供金融激励 以及禁止出口某些类别的先进技术 以在多方面与中共脱钩 贝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去年12月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与中国的稀土元素进行战略性脱钩 中国对稀土元素的控制地位 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石油和其他源材料的竞争中 与其周边国家对抗时 获得了危险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影响力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汽车公司高管正积极努力减少 对中国庞大的零部件制造商网络的依赖 渴望有稳定的采购和供应 彭博社指出 企业正在寻求更具弹性的供应链 以及多元化的来源 例如 根据Apple Insider的报道 苹果正在加速其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 要求供应链合作伙伴增加在印度和越南的组装 中共知道他们需要外国投资 自由贸易和对关键供应链的持续控制 来自出口型经济的贸易顺差 为国内的安定以及解放军的扩展 和现代化提供了资金 因此中共官媒密集对准脱钩这个威胁进行攻击 一些标题如 人民日报说 与中国脱钩是美国的高昂代价 中国日报说 脱钩应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等等 中共总是会对它最害怕的东西咆哮 随着中国经济的疲软 北京明白需要外国投资来刺激经济 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真的与中共脱钩 那么这对共产党来说 可能会对其经济造成致命的压力 已故的美极华语流行女歌手李文 生前控诉中国好声音赛制不公的影片疯传 让歌迷相当心疼 与李文私交甚堵的大咖天后珍妮同样看不下去 稍早在社群发声 怒呛参加节目的参赛选手及导师 炮火相当猛烈 珍妮在脸书痛批 参与好声音的每一位都欠缺良知 为名利不择手段 即使同行也侮辱他们自己的本职 看不起 不但点名参加节目的选手 就连曾担任导师的那英 汪峰 于成庆 陈玉讯都被波及 珍妮是第一位大派歌手 站出来为李文发声 更透露早就劝罹患乳癌的李文 不要接那些烂节目好好休息 心疼对方所受的委屈 珍妮在上月底专程从台湾飞到香港 参加好友李文的告别式 当时哽咽地说 我知道她会到另一个极乐世界 重新做一个美丽的天使 家住纽约布鲁克林的黄女士 自从今年起 在八大道一家汇款公司寄钱回中国 身份疑似因此遭到泄露 被不法分子用来洗黑钱 随后也遭到美国国务院调查 17日她接受采访时称 虽未蒙受金钱损失 但暂窃无法再用个人身份寄钱回国 护照号码也被取消 造成回国计划被打乱 相当无奈 受害者黄女士称 过去一直在这家汇款公司给位于广东的家人寄钱 今年2月起 她想要寄一笔2500元的汇款 因超过限定额度而改到八大道59街的另一家汇款公司寄钱 她提供证件和个人信息给这家公司 不久后 家人也表示收到了钱 往后几个月内 她继续使用这家公司 5月底 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安全服务部门的调查人员 突然找上黄女士十多年前居住的公寓 向她的旧房东打探她的下落 再三确认不会被逮捕后 黄女士与调查人员约在家门外会面 他们通过电话翻译服务与其沟通 期间对方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写 并询问最后一次寄钱的日期寄到哪里 以及是否寄过一笔4900元的款项等 黄女士回忆 2月至5月间曾在该家汇款公司寄过三次钱 但数额加起来都没有超过4900元 不仅如此 表格上也列出了十几家 位于七大道八大道的汇款公司名字和地址 调查人员还刻意询问 她是否曾在七大道某家汇款公司寄过钱 她事后才恍然 猜测这些汇款公司都不正当 都已被列入调查名单中 调查人员最后也提到 有人利用她的身份寄了大笔钱回中国 将继续联系她配合调查 其美国护照号码也被注销 等侦查完毕后再寄新的护照 黄女士隔天到68分局询问 在警员确认下证实了调查人员的身份 确有此事 警方建议她无需再到警局立案 等待美国国务院调查即可 目前八大道和法拉盛多家外汇公司已遭到联邦政府调查 几名社区人员透露 很多外汇公司其实都不正规 向保证超过3000元金额的汇款 一周内便可汇到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另外所谓的不需要身份寄钱 用的就是其顾客的身份 呼吁民众在跨境汇款时 要特别注意商家的可信度 今天的新闻苏地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亭芳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